在拍摄新游记时 导演遇到了一件很头疼的事 那就是聂远不愿意出演唐僧 其实这么说也能理解 毕竟聂远自打拍戏以来 除了上错花轿驾对狼 演了个并落小生之外 出演的大都是硬汉气质十足的盖世英雄 突然来个动不动就被抓走的软弱唐僧 再加上当时的他刚演完赵鱼没多久 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 也确实情有可原 不过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最初在选择时 聂远的原定角色并不是唐僧 而是神童广大的孙悟空 聂远也确实有意出演 但考虑到六小灵童把孙悟空实在太过深入人心